來 小心後面有樓梯 柯市長在付議會報告 官設問題走了一個 嚴考會主委 但依舊難免一元怒火 我對你有點失望 不會啦 差不多就這樣 因為喔 講到最後就傷感情了 因為這個房子 民國98年就有了 我還是上來 我是改革者的姿態出現 傳出某位局處首長 當起包租公婆 把在雙北的自宅出租 入住市府提供 一個月只要1400的宿舍 市府員工私下證實 卻有此人 人是誰你知道嗎 不知道 對啊 住官設的標準 要清楚定出來 如果說 如果說我們也沒有清楚 那他對他的資產 要做最大的使用 這反而不是在法律 也許官感不對 頭都快抓破了 底下員工頻頻被抓小辮子 目前市府 共有14位官員入住 扣除離職的前沿考會主委 陳明勳外 還有五位局處首長 包括秘書長蘇立雄 捷運局長周理良 警察局長邱風光 文化局長倪崇華 以及消防局長吳俊宏 都在雙北有志產 紛紛遭到點名 可能就是出租自宅 駐官設的官員 我想這樣好了 我要拜託排序處長 我們盡速把這個問題處理 然後就把這個事情 做根本的解決 對 你應該趕快以示 那我們就下禮拜 端正視聽好不好 留住好人才 讓首長無後顧之憂拼市政 是北市府該給官員的福利 但卻有人高價出租自宅 在低價入住官設 鑽巧門賺一筆 要納稅的老百姓 怎麼咽得下這口氣 記得我們歡迎收看參與方 鑫鑫小組台北報導